你這個時候可以點他兩下 錢瓜糊一下 他會問你說你的方向是要and是邊界 你是上下左右那我向下 那你想要知道什麼訊息 想要知道他的列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你打個roll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A13向下偵測的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所以他回傳給你是一個數字 是27 那如果說你這個數字增加或減少 他都會自動去變動 那順便講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這邊點 這瓜糊他都會提示 所以你們要慢慢習慣這種提示 因為這種提示可以幫助你們 很多東西不用死背 因為他會提示 你只要記得 像我有時候那個很長一串的那個屬性 像這個這麼長一串 有時候我都不背 我就記 keyword 就前面那個也許兩個單字就可以了 比如說打一個 它就跳出來了 這樣就OK了啦 不然很多說真的 那特別注意 它會跳出來就兩個 一個叫屬性 這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手拿著一個文件 就屬性 這個叫方法 其實一個物件 你基本上就了解兩個東西就夠了 就是它的屬性跟它的方法 那什麼叫屬性呢 屬性就是很簡單 裡面記載了什麼訊息 比如說你今天已經跳到這裡了 那你希望跳到這個儲存歌 它裡面有屬性 什麼屬性 它在哪一列 它在哪一欄 它多寬 它多大 裡面放什麼東西 這些都是所謂屬性 那什麼叫做方法 方法就做什麼 比如說裡面資料要清楚的話 有沒有 Click Clear ClearContent 這些的話呢都叫做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 什麼叫做物件 你當然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理解 講完之後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層積的一個程序 加一個清楚 當然呢 後面還有所謂的制定函數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前面好像也有講過類似的 就是說 我今天呢希望制定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就是 好像裡面沒有一個成績函數 那你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插入函數的時候 能夠怎麼樣 出現有一個叫成績函數 因為這個也是很多同學會問的 如果說你要制定一個的話 我前面有講過 你們可以乾脆先參考這個 月考1月考2 這個 月考函數 ClearContent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好了 月考函數 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從這邊 插入程序裡面的Function 裡面的話呢 會增加一個月考函數 它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你給我第一個 跟第二第三次的月考成績 那我會給你什麼呢 我會給你他們的結果 這個就是所謂 那這個月考函數 基本上就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呢 你常常遇到那個 Excel裡面到底有沒有哪個函數 可以幫你完成哪些事 通常是沒有啦 那變成怎麼樣 你要自己去兜很多的公式才能完成 那如果說你要經常性的處理事情 要能夠快速 你可以制定 那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做完之後的話 有不要放在這邊 插入函數 會多什麼東西呢 使用者定義 也就是說你的模組裡面 有Function的話 這個東西才會跳出來 但是 如果沒有 有沒有 剛開始沒有的話 它就不會跳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不是說你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是你一定要有那個 插入一個Function之後才會有 那裡面的話 就會有剛剛那個Function跳出來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在瓜谷裡面 會有那個月考一 月考二的這個東西 所以 它就會出現那個引述 月考一 這個名稱我們制定的 第一次月考 第二次月考 第三次月考 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兩個部分 VBA的 一個是 一個程序 程序裡面的話 就是直接輸出到初登格 另外就是清除 清除 然後就是一個 制定函數部分 那這兩 這三段程式碼呢 在雲端上都有